大将生来胆气豪 腰横秋水燕灵刀 风吹驼鼓山摇洞 电闪惊奇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血中楼仪岂能逃 太平带到归来日 朕与将军 解战袍 咱们开书念了一段定场诗 即便念了定场诗 您也别以为我是个说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说书的先生 要是把书说成我这样 别吃饭了 人家说书先生 要的是抓住您的耳音 抓住您的心 人家想尽办法 是让自己的故事 更丰满更精彩 咱们这书馆差点了 咱们偏重的是历史 咱们这书不能按小说那么来 咱们离不开正史 爷史 以及当时的文人默克 所写的笔记文献 虽然听起来不太热闹 但是我保证您 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提到咱们书馆说的内容 您不露气 那一定是出师有名 史出有点 得嘞咱们几句闲言勾开 继续说咱们下半截的 伊犁将军 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聊了一下 这大清朝廷在乾隆二十四年结束了清平大小合作之乱以后 为什么不在这新疆啊 设立刘官制 也就是说呢 在新疆啊 这大清朝并没建立州府 这大清朝廷呢 在新疆啊 设立了伊犁将军一职 这将军之下呀 这大清朝啊 就设立了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协办大臣 领队大臣 这些大臣呢 通通隶属于这个最高行政 以及军事长官 一离将军之下 分派到各城 会同当地的世俗官员 也就是啊 我们常提到的伯克 以及宗教领袖 共同领导的大清国 新收复来的这块土地 也就是新疆 听起来啊 挺简单的 实际上呢 很复杂 因为这里边啊 有很多条错综复杂的关系 前文书啊 咱们就简单的捋了捋 今天咱们得说说 这大清朝是从哪弄来的兵士 继续派往新疆呢 因为咱们前范啊 已经聊过了 这南疆 您不用发愁 这南疆旧有的城池当中啊 既有着大清朝 新任命的王公新贵 还有这个旧有的世俗官员 以及宗教领袖 所以说在南疆 人家有原本的宗教 以及社会秩序 这大清朝啊 也不便插手 按照南疆城镇的大小啊 也就是依次派出了 这个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协办大臣 领队大臣 然后呢 再给这些大臣呢 配上少量的亲兵卫队了事 主要的工作呀 还得当地的回人 自己来吧 这难点难呢 就难在北疆了 因为战争以后啊 这北疆啊 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 这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呀 下了决心 决定让这准盖儿 韩国呀 亡国灭种 这亡国灭种的意思啊 不好理解 亡国呢 好理解 已经办到了 这准盖儿 韩国被大清国剿灭了 这灭种啊 咱们得解释一下 您可别理解为 也就是一刀切统统都弄死啊 关于这个北疆 蒙古人的去向啊 一会儿咱们还会涉及到 这儿呢 咱们先放放 所以啊 这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 现在就急需向北疆派兵 这乾隆皇帝 对望北疆派兵的事宜啊 最早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建议 于是呢 他也就只是啊 给这些大臣提出了一条方针性的建议 他在一条玉纸当中啊 就曾经提过 尽准盖尔回部 朱棣军已平定 巴里昆以西 皆属内地 不可扔以梁州 壮浪为边际 而该处 并无行为习役之所 所致 兵定带舵偷安 巨贵无用 何必以 众舵满洲兵 闲著无用之地 现在 一离建造城堡 开荒屯田 设置将军总统管理 与其三年派遣一次防御之兵 戒备不如梁州装量兵 就近邪卷 移住一离为豪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现在这个梁州装量地区 在早之前呢 这是咱们国家的边界 因为那边啊 就是准个二韩国了 现在呢 准个二韩国 它没了 这些地区也已然就成为内地了 它不是边境地区了 在这的这些八旗兵定啊 长此下去啊 就会怠惰偷懒 所以呢 就不如啊 把他们全部迁移到 一离新建的城堡 至于是哪些新建城堡呢 咱们一会儿啊 还会交代 让他们到那儿呢 去开垦屯田驻军 那么说这士兵 是如何开垦屯田呢 乾隆皇帝最后一句话 交代的非常清楚 让这些兵丁啊 要携卷移住 一离为豪 哎 这些人呢 要代家属 男人呢 要戍边当兵 这女人呢 也要负责生产屯田 您呢 记住邪卷这个词 今天咱们还会多次提到 那么说 既然这皇帝啊 已经提出了这个战略方针 那么下边的半师大臣呢 就一纸半礼 所以就在当年 签这个梁州庄浪 两地的八旗兵 以及蒙古兵丁啊 三千二百名就迁往了伊犁 也就是说 这新疆的正式住房 是从乾隆二十七年才开始的 转观点来 那应该就是乾隆二十八年了 这军机大臣傅恒 傅了六 就是这个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傅察皇后 也就是这个孝贤皇后的亲弟弟 昨天咱们说的那位明锐将军的六叔 他说呀 光是这样还不行 咱们呀还得继续往这个伊犁派兵 于是呢 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咱们在这个避暑山庄呀 有这么六百名蒙古士兵 是什么蒙古人呢 是这个达石达瓦布的厄陆特兵 也就是当年的准嘎尔人 那么说这准嘎尔人 怎么好那样的 从这个新疆跑到内地 跑到热河避暑山庄附近了呢 实际上我可以跟您说呀 他远不只是这六百人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厄陆特人呢 分散在这个热河 以及查哈尔张继口 大片的草场当中 他们在这一地区呀 或是柱墓 或是游墓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这达石达瓦布啊 是这个准嘎尔韩国诸部当中之一 这会儿啊 其实达石达瓦这人呢 他早喵气了 他怎么死的呢 他是被这个准嘎尔韩国 当年的一位大汉叫喇嘛达尔扎 迫害致死 于是他的遗孀率领着部众啊 就投靠了大清国 在争种过程当中 也没和其他部众一起叛乱大清 所以呢 这乾隆皇帝啊 就给这位王妃啊 封了一个称号 叫做车臣墨尔根哈屯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啊 是封他为啊 聪明智慧王妃的意思 但是他的部众不这么认为 他的部众啊 就认为这乾隆皇帝啊 给他们这位王妃的称号啊 是女韩的意思 哎 不管是女韩的 还是王妃吧 总之啊 被这个大皇帝亲自下旨 册封名号的女人 蒙古女人呢 那还是不多的 清平准干尔战乱一起啊 这阿姆尔萨纳反了 并且呀 他要娶这位王妃 那么说这位韩王的遗孀 他真的就长得那么漂亮 那么爱人吗 实际上肯定是不一定 之所以这个阿姆尔萨纳要娶他呀 完全就是为了要兼并人家的部落 这为了躲避战乱呢 所以这位王妃 也就是一个车痕墨尔根哈屯呢 就向这个乾隆皇帝请旨 要求举步内签 乾隆皇帝呢 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的这个请求啊 才让他率领着所有的部众 签到了内地 京畿附近的草场 也就是什么这个查哈尔啊 热河呀 张继口一带 您别忘了这些人呢 那可也是正经八百的厄鲁特人 正经八百的准戈尔韩国当年的牧民 所以说呢 您就得理解这个准戈尔韩国 被大清王朝王国灭了种了 但是这准戈尔韩国的人呢 不是全部被杀死 由此可见这乾隆皇帝的准戈尔韩国实施的 也并不是什么种族灭绝 得了咱们继续说呀 这次派兵就有六百名这个达石达瓦部的蒙古兵啊 驻扎在这个热河避暑山庄附近 这傅航建议啊 把这六百人单提出五百人来 当然呢 得是自愿的 让这五百人呢 携带家眷 移居一离 然后呢 又从这个秘书山庄附近的卡拉河豚等地啊 三千名这个满洲蒙古驻军当中啊 又检显出一千名 专门的派出这个官员管理这些人 让他们携带着家眷 又迁移到了一离 这件事情啊 说是很容易 实际上啊 从这个提出实施到结束 完全迁移妥的了时候啊 已经到了这个乾隆三十一年 也就是1766年了 不但如此 在乾隆二十八年的时候 在伊犁附近修建了慧远城以后啊 又重新从这个新城啊 廉州啊 庄浪和热河等三处啊 调拨了这个满洲和蒙古的精锐官兵驻扎此城 为了保证驻扎伊犁的部队啊 有这个新鲜的血液 以及强大的战斗力 这个富航还建议啊 每隔三年呢 就要精选这个两千左右的士兵啊 到这个伊犁去换房 那么说这两千兵从哪调房呢 从西安 那西安两千名士兵的空缺 又是从哪调房呢 从这个金基住房当中去调 这样啊 每三年一轮换 无论是金基西安还是伊犁 就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 并且啊 在这三年当中 京基的这两千预备兵 以及西安的两千预备兵啊 不能闲着 要加紧呢 沿袭武艺 不治休闲偷安 这样派出到伊犁以后 才能保证这些士兵啊 武装力量的坚实 这兵源呢 大致于此 实际上呢 乾隆皇帝大清朝廷 在新疆派出重兵啊 在朝野上下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因为啊 他们不能理解 在如此的边远之地啊 为何要派出如此之重兵把守呢 咱们现在看来 这乾隆皇帝啊 还是高专远主的 您看今天 这大片的新疆土地啊 在这一百几十年之内吧 被这个英国和俄罗斯 这个名抢豪夺的 侵占去了不少 可是换句话说 这大清国如果没在新疆驻兵 没派驻伊犁将军 那么整个新疆现在啊 什么情况 不好说 那么派驻如此重兵到新疆大清朝 又是如何养兵的呢 当然我们指的呀 是在新疆腹地是如何养兵的 哎 这就又提到了 刚才咱们总说的那个词 就是邪隽呢 这些士兵您别忘了 是邪家隽来到的新疆 这样呢 就涉及到了另外的一个词 叫做屯肯呢 说白了呀 就是到新疆啊 去种地去放牧 哎 各司其职吧 这查汉尔啊 鄂鲁特呀 西伯索伦呢 这些人呢 去这个住牧 或去游牧 这个汉人满人回人呢 那就负责屯田 您看这大清朝 往北疆派兵啊 是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的 实际上啊 这大清朝 他早有准备 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 在北疆啊 就已经开始屯田农耕了 要说到这个北疆的屯田农耕衣食啊 我们还得从一位将军开始讲起 这位将军是谁呢 这位将军呢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阿贵 这阿贵呀 是张家氏 他也出自于世家贵族 哎 他的父亲就是大学士阿克敦 要说这阿贵呀 这前半辈子啊 这官运上啊 他差点 和很多这个满洲勋贵啊 是从这个部队里的秋八开始做起不一样 这阿贵呀 可是这满洲贵族当中有学问的人 这乾隆三年的时候啊 那年是1738年 这阿贵是中了举人的 您想这满洲人 尤其是贵族啊 他们过惯了这个公马骑射快以恩仇的生活 您要是想让他坐起来读书啊 那难了去了 您想啊 一个这个满足的八旗少爷 您让他坐起来安安静静的 板对板 眼对眼的读书啊 那可能性很小 所以说呢 这读好了书 能考中举人的 那就更少了 哎 您看这阿贵呀 他就考中了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人呢 还是很重用的 刚一入世啊 可算是平步声云 磊寿这个户部郎中 军机张经 他和那些乍乍乎乎的满洲贵气出身的官员不一样啊 他做官的非常谨慎 所以在这京城官场之中啊 上下对这个阿贵的口碑呀 那还是不错的 可是这会儿啊 祸事来了 就在乾隆十一年的时候 这出人户部郎中的阿贵 就因为这个库淫呢 被盗 被判了一个失查失职之罪 就被降为立部员外郎了 这一下子就掉了两级啊 这乾隆十三年呢 乾隆皇帝觉得呀 让他戴罪立功吧 于是让他跟着班帝 就到了金川前线 可是啊 这个人呢 他是个老好人 他跟这个乐钦呢 张广司啊 这关系搞的呀 都挺暧昧 这两个人又获罪被处死啊 这阿贵自然就吃了瓜闹 这朝里呀 就有人弹劾他 说他勾结张广司乐钦 欺满朝廷 欺满皇上 于是啊 就要把他交不易 最后啊 这乾隆皇帝 才念在他的父亲 老学士阿克敦的面子上 这乾隆皇帝认为 阿克敦年高体弱呀 西前只有一子 所以才格外开恩呢 就没治他的罪 在家负贤了一阵子呀 又放到了立部 还认原来的原外郎之职 那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 这阿贵本人呢 他是个有学问的 所以说也就是五年 短短的五年之内呀 他又升任了内阁学士 哎 兼这个礼部侍郎 然后这阿贵呀 就赶上了这大清朝廷 平准平回 在这个新疆战场上啊 可谓是屡见其功 在平准战争当中啊 他非常受到这个 乾隆皇帝的宠臣 静兵副将军 乘滚扎布的信任 这乘滚扎布啊 咱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平定了彻翼之变的 那位蒙古王爷 得到升迁之后啊 就一直在这个 静匿将军 傅德手下从军 到了这个乾隆二十三年呀 才和这个傅德一起 一起到南疆去解救 赵惠军门的黑水营之围 然后自然也参加了 随这个傅德军门一起 到巴德克山韩国 去追击大小合着的战役 在这几次战役当中 又是屡历其功啊 咱们说书不要麻烦 这一下子可就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的九月 这阿贵接到了乾隆皇帝 单独下给他的一道玉址 让他干嘛呀 让他呀 驻守这个刚刚收复不久的阿克苏 在这儿啊 办理这个善后 以及安排当地屯田的事宜 并且要做好一切准备啊 到伊犁区住房 你想这会儿啊 是乾隆二十四年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才决定在新疆设伊犁将军一职 这现在的明瑞呢 也是暂时啊 驻守在伊犁区 这乾隆皇帝在旨意当中 就明里啊 暗里的告诉阿贵 要做好去伊犁住房的准备 就在当年的十二分呢 哎 他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 于是呢 他就和这个定边将军 为啊 召回共同商业 在伊犁住军 并且呀迁移阿格苏等地的回步农民 前往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 奏报给乾隆皇帝之后啊 乾隆皇帝非常高兴 因为这乾隆皇帝他心里明白 他知道啊 只有在当地屯田 做好自给自足 才能够在此啊 安安定定的驻兵 经过了一番准备之后啊 就在乾隆二十五年的征月头上啊 这阿贵可就起兵了 他从这个阿格苏带走的 有五百名索伦兵 绿营兵一百人 还有三百回步 这三百回步啊 可不是三百人 是三百户 也就是三百个回步的壮丁 带着自己的家眷 一同到了伊犁 就是为了在伊犁屯肯 那后来的事情呢 咱们大伙也都知道了 这个朝野上下的抱怨之声啊 就起来了 就是说呀 这大小官员们呢 都反对在这个边远之地的伊犁驻军 他们觉得那么远的地方啊 见两个少侠卡伦呢 也就算了 就没有必要的建成驻大军了 那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就是麻烦和花钱 因为长期啊 要从内地往那啊 运粮运牲畜 这个冗长的补给县呢 很可能会拖垮大清朝的经济 乾隆皇帝这会儿啊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主意 于是就让这个驻新疆的这些办事大臣们 集思广义 那这些人呢 很多呀 都是为了自己着想 都怕自己麻烦 都想回内地呀 过安逸的生活 只有阿贵愿意留在伊犁屯田 并且呀 他让这个朝廷给他一记的时间 看看他的成果呀 再做打算 如果不行呢 咱们呀 再想其他主意 可是啊 就是这一记的时间 这阿贵呀 可就干出成绩了 史书所在呀 阿贵在此屯田的当年秋天 就获得了大丰收 只求丰人 收粮皆备 兵食以足 伊犁地区的土地 本来就很肥沃 这么一来呀 又吸引了大量的 叶尔乔 喀什嘎尔 阿克苏 乌什等地的回种啊 来自屯肯 所以说呢 这开肯的田地 就大规模的扩大了 并且阿贵 还以驻伊犁 班师大臣的身份 搬下了命令 他说呀 每年啊 这个春天至 这个夏初时节 正是伊犁牧群 修演生息之时 禁止内地人 从这个伊犁 购买马匹和骆驼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保证 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让大伙也有肉吃 您看这多好啊 到了乾隆二十六年呢 就短短的几年当中 这伊犁兵屯的母术 就已经达到了 八千余亩 收获粮食 两万七千一百多弹 回屯八百户 平均每户 收获粮食 四十余弹 总产量就到了 三万二十千弹 不但能够自体自足 而且能够养活 伊犁的驻军 这一下子 就是乾隆皇帝 有了信心 也就是在 转过年来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皇帝 就派驻了伊犁将军 正式在新疆驻兵了 那咱们为什么 花了这么大的篇幅 来讲驻兵屯肯 我是想以我的方式 告诉您 诸位的众民工 自大清朝乾隆年间开始 中央政府 往新疆去派驻军队 不光是为了戍兵 保卫国家的疆土 而且呀 也是为了 更好的去建设新疆 在那片土地上啊 屯肯 蓄木 让那里的人民 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 这大清朝 在新疆建立伊犁将军的衣史 就是开创了新疆那片土地的新纪元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能听到这儿的 都是实实在在 我的好朋友 您别忘了 这一箭三连呢 是长按点赞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咱们明天接着聊